是外人的期待嗎 是外人的期待嗎 一定會期待 一定會 對嘛 你也會嘛對不對 時間也在那邊 不要抓交替喔 我希望三五以前 沒有 我不想要當高齡參 我比較傳統 所以沒有心有後分這種事情 大家不用急急 不用緊張 三立八天黨天之交女 3月9號播出大結局 沙青酒都給她喝起來了 擠滿交子 交女 小編 整地不知道有沒有交孫 至少很 proud的跑美Couple 就此誕生 當事人怎麼說咧 不要看我 我救不了你 爸爸保護我 我的人生沒有這個想法 我希望三五以前啦 沒有 我不想要當高齡參 千雅可以嗎 不行 媽媽當然是會擔心啦 對 所以 但是還好她很了解我 她知道我不是一個 太混亂的人 對 所以媽媽 沒有問太多 有影響的方式嗎 對 同時 我是覺得求婚還滿重要的啦 就是女生可能 你只能當一輩子只有一次 所以我覺得這是要 是啦 怎麼講都不對 現在在實行對象會比較困難嗎 呃 我覺得 不會比較困難 可是我覺得會 會希望對方不要可能 因為畢竟之前的事情可能 他也許不是知道全貌 可能都是透過 被斷章取義的事情 那就會希望他不要被受影響 那我希望就是他可以了解真正的我這樣 對 可以對象 有在更認識的對象 就女生不管到幾歲 不管經歷任何事情 你都還是可以嚮往愛情 我現在換號碼有換過嗎 欸你好像沒有 哈哈哈哈 我20年同一個 所以看到那個新聞有點希望 覺得有希望了 沒有喔 接到的都是那個什麼 詐騙信貸 然後問要不要借款的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大概生意 我不敢 我是今天才知道 原來他們沒見過面耶 他們沒有見過面 沒有見過 他們20年沒見過 他們就結了 我覺得這件事我才有嚇到 我不行 這個 你現在只是你天天見面 哈哈哈哈 我沒有天天見面啊 我 天啊 我其實顏曉筠也蠻糗的 這個男的比較像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好厲害 我快招架不出來 我一定要 現在的你辛苦 變成人喜歡 哇 比起大S的20年初戀 藝人心會更狂啦 他靠著臉書 重逢30年前的舊外屋 我知道 你就是那個全世界都好 也不夠 也不夠對方的噸位 便是100公斤了 我剛才約見面的時候 我看到他心想說 永遠的走來的不會殺啦 所以你那個 我都覺得 哇你咧 怎麼會長這樣 我那時候真的不知道他胖 這麼胖 我現在進去還來得及嗎 然後我從一開始也就表達了 我只想續舊而已 你是看到他之後才覺得想續舊而已吧 因為我那時候只想跳得很厲害 我只希望當好人 所以我就是開了團結 跟他說 如果妳先撿20公斤再去 再決定要不要交往 然後他就 想20公斤 多久之內啊 一個月 一個月之內撿 我媽媽跟我講說 人家很有誠意 然後也撿了20公斤 那妳要這樣玩弄人家嗎 妳要不要試著給他機會 因為我16歲的時候 我媽媽也見過他 因為他很有誠意 他從台中騎摩托車 騎到花蓮去找我 那等於是解決成功之後 大概有三四個月 然後決定要交往 你覺得長相不重要 我覺得那個心比較重要 哇 妳咧 怎麼會長這樣